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现在做一下那个买英雄100送的这根笔 然后问了一下店家,那个是英雄385 然后这根笔哪里来的什么的例子我也不知道 等观众们打着门,然后你们的评论这样子 整根笔比起刚刚的话它的重量跟无印就差不多了 然后整个笔夹的话是用玫瑰金的我没看错 应该是好像这些都是流行玫瑰金 我是喜欢黄金 但玫瑰金感觉就是像一个什么铜的颜色 我觉得就没什么特别 像这些都电镀 然后整根笔翻也是很怎么说很实整个感觉 翻也挺不错的 整个黑色的话有些人会说它的应该就 有些人会比较介意说有时候因为机器比较老旧 因为做钢笔的那些机器 那很多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说 上面的颜色就是塑料件颜色就加热的时候 温度不均匀导致颜色不一样 其实我这支笔暂时来看是没有这个问题 整根笔翻还是插巴色还是我最爱 然后一样是我最讨厌 哎 我写换成白金的这个吸墨器是吧 整个你这感觉 听到吗 这这样很好 这385的吸墨器不知道是什么口径了 有没有观众知道 这要给我说一下 这三这个 总算是我喜欢的一个吸墨器了 算是而且这个手感比白金的那个好 白金那个没有这么说 我滑到这我滑到这 然后推到这里的时候会有卡 就是说这样子一个声音 笔盖的话反正就是正常的里面你都看不到 反正正常一个铜做的一个笔盖 笔杆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铜 然后再烤漆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笔舌的话应该是旧笔 因为笔舌是平的 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旧的笔这样子 其他的话 这块比较厚 有点像笔的话本身 我你拿看一下 还行还行 不算细 不算粗 中间偏细这样子一个感觉 它细 因为你这个无印针没拿 你会觉得它差不多 这两个粗度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粗度 差不多 对 差不多 那这个是一点就感觉怪怪的 无印这个就刚刚好 我跟每个人手不一样 整根笔的长度也看一下 接近是13.7左右的 13 不好意思没看到镜头 看看 13.7左右的一个长度 这样子 反正还是OK 整体来讲不算长不算短 还可以反正适中的一个长度 另外的话就是 拿起来反正也是不用当心 完全超出牛糊口 所以说 拿捏起来问题不大 长时间输血 我觉得一般般不算特别舒服 这样子 笔尖的反馈应该还是有 国产官 平常就说 过度滑顺 我觉得没有主力感 就是这点还是很难我不喜欢 那还是一样 我先上一下墨 看看整个效果 好 OK 上一点点就好了 就反正对 因为通常笔我都是 用一次左右 差不多就视频里面 当然除非不算我日用的 不算我日用的笔 不算我日用的笔 一样试一下书写一下 好写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一根笔的话本身是一个应该是正常来讲应该是一个F间这样子 嗯 它插拔的手感非常好 你听一下 就清新的一下 非常好的一个插拔手感 笔的话肯定还是不错的 另外呢是这样子 嗯 出息反正 断墨肯定没有 现在笔不可 我觉得不太可能出现断墨 这种情况 呃 出息来讲跟无音的这个F间也差不多 那可以拿无音的这根做标准啊 大家 呃 你写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基本上不会说去选择说我一定要这个名才出风 只是说好的笔肯定会让你有加成 这我觉得这个观点肯定是没有错误 再下来的话 呃 常拿起来写中文会比写英文顺手 国产的笔就是有一点这个好处 呃 不算不 因为别的如果是呃 那种就是说欧笔的话 欧笔肯定写英文比较好 那国产笔的话 他可能是说也注意到黄州奥 弄到手了 黄州人的一个那个手的大小 以及他的一个书写习惯 那写中文来讲你会明显感觉到 就这根国产笔他会比欧笔顺手 就比他写英文顺手 这个是百分百能感觉得到的 好 那个385大概评测就这么多 因为外观上面来讲也差不多都很原论等等的 就很常规的一根干笔对 好 那个视频就到这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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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